好,我們接下來看這個點 點的投影要注意一下 點當然很簡單,一個點而已 說什麼,no big deal 但是從點再衍生出去的東西 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因為點 我們說過一個物體是面 一個立體的物體是 大概都是一個平面 很多面是構成的 這些平面呢,又是線來構成 然後線就是有點構成 所以你一旦把它一個一個解析 其實到最後就是點而已 所以你的點當然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很簡單 那點它沒有大小,它只有位置 所以 空間中假設一個點A的話 那它的水平投影 那點,我們要 要用這個表示,因為我們現在有兩個投影面 所以我們說空間中的點 是用大寫的,但是 如果你投影到投影面的話 它就用小寫 大A對於小A,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兩個投影面 所以我們會習慣把它寫成 如果在水平投影面的叫做 A Super H 就上標,A的上標H 那,如果在直立投影面呢 就是A的Super V 所以A Super H,A Super V 就對應它A點在 這兩個投影面的投影點 這個比較醜 這個是來我們原來的課本 好像是黑白的 原來的立體圖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vertetical 直立投影 這是一個bee 那我空間中有一個大A的這個點 那我直接投影到它直立投影面 那我們說因為我們今天是正投影 正投影就是你的光線跟我的直立投影面是垂弱的 那水平投影呢?一樣光線跟水平投影垂弱 所以我會得到A Super V 跟 A Super H 所以這是立體圖啦 那你把它經過剛才的那個旋轉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這個圖 那得到A Super V在上面 A Super H在下面 然後呢 那當然 真正畫圖其實就很簡單啦 因為我不需要畫圖框嘛 所以你重點其實就變成最後變成什麼 變成就是一條線而已 這條線就是代表什麼 你的主機線 就是你的 主機線的意思是知道 剛說過的Vertical 跟你的環Rental的那個膠線叫做GL 叫主機線 那這個GL一條線 分割成上面就是Vertical 下面就是環Rental 所以我們習慣 這條線旁邊就是加一個G一個L 代表它是主機線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上面寫一個大寫的V小寫的H 大寫的H 那V當然就代表Vertical 就代表直立投影面 H呢就代表水平投影面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點 空間中這個點 它的這個投影圖就畫出來了 這個圖畫出來 很簡單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圖可以告訴你什麼 你今天我們剛說過啦 你就是要從這個投影圖 去反推空間中這個點 到底有什麼特性 那你要從這個圖去看它嘛 從這個投影圖 所以你這兩個圖要能夠去對應去詮釋 好 當然 我們 以後通常都是直接看投影圖 那投影圖 知道之後你就要能夠反推這個 這個物件它的一些特性 好 那今天是一個點嘛 那這個點的特性有什麼 這點的特性可能就是要告訴你說 好 從這個圖我要知道說 空間中這個A點 它距離直立投影面的距離是什麼 從這個投影圖啊 這個圖 投影圖就在 但是你要推A對Vertical的距離 或A對選平投影的距離 好 所以 這邊哪一個是哪一個 你就要有能力去分辨 以後他們不會跟你對應看 以後就直接給你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變成需要把這些基本的東西進起來 好 A的SuperV對到底基線 這個距離代表嗎 代表 A這個點距離 距離什麼 距離哪個投影面的距離 這個叫什麼 H嘛 距離水平投影面 所以 所以反而是A SuperV 直立投影面上面的距離 有沒有 直立投影面上的距離 代表的是空間中的點到水平投影的距離 所以 點到水平投影面的距離 是靠它的直立投影的圖來告訴你的 有沒有 這有點像 反過來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 A SuperV到主基線的距離 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A點到直立投影面的距離 所以 就會有這樣一個 不太一樣的東西出來 所以 所以從這投影圖 你要能夠反推A 它的一個空間位置 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另外當然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正投影 所以你要注意 你把A SuperV跟A SuperH 連起來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垂直我的什麼 垂直我的GL 因為你今天正投影 因為你今天正投影 所以你 你用畫這種圖 任何一個點 它的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的連線 一定會垂直主基線 這個也是 也是要 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因為你在做旋轉的過程 因為今天正投影 正投影代表我這邊有一條光線 是從很遠的地方 垂直什麼 垂直我的直立投影面這樣拉過去 所以得到這個點 然後呢 A SuperH是上面有一個光 這樣垂直下來 那因為都是正投影 所以當你把它展開的時候 其實這邊其實是一個什麼 類似這邊其實就是一個長方形 就是從大A這個點 對應到小A的SuperV 拉下來 拉下來 到這邊A SuperH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當你把這一展開的情況之下 當然這個是什麼 這條直線 當然就會垂直我的 垂直我的主基線 好 所以這是一個 一個概念是這樣出來的 好 所以這個是點的最基本概念 這是 在第一向線 如果點今天是在第一向線 好 那這個比較漂亮一點 大概就是類似 好 所以這邊其實剛剛有講過類似的概念 就是你 這個立體圖 這個是投影圖 你的A SuperV到你的主基線 A SuperV到主基線 這一段就相當於這一段 對不對 那這一段代表就是什麼 A1到水平投影面的距離 好 所以這個是HD 然後 A SuperH到主基線 A SuperH到主基線 在立體圖是這樣 但是它其實代表就是A1到什麼 A1到直立投影面的距離 好 所以這個 畫得比較漂亮 那當然 剛剛說過 這個連線 A SuperV到A SuperH 一定是垂直我的主基線 好 這個是 就是 我必須知道 好 那接下來看 我們剛才那個點 是因為 點在第一項線 好 今天如果你的點 是在不同的項線 我們剛剛說 A是在第一項線 對不對 所以它的A SuperV 是在主基線上 A SuperH是在主基線下 好 那今天如果你的點 B點是在第二項線 第二項線的位置 C點是在第三項線的位置 D點在第四項線的位置 那經過旋轉之後 畫到這個投影圖上面 你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B B是什麼 B點在這裡 所以它直立投影在這裡 水平投影在這裡 經過一旋轉 B SuperV跟B SuperH 都是在哪裡 都是在主基線上面 好 都是在這個主基線上面 那而且它的連線 這是連起來是一起的 水子主基線 那C呢 C是在第三項線 所以它的H在這邊 就在水平投影在這裡 直立投影在這裡 一旋轉 直立投影不變嘛 水平投影就拉到上面來 所以變成C的SuperH 在主基線上 C的SuperV就跑到什麼 主基線下面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得到 這樣一個點 那它這個水平投影 如果是在主基線上 直立投影在主基線上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點 反推回來 就是在第三項線 正好相反 對不對 這是A SuperV 在這裡 這邊變成C SuperH 好 有沒有 它這樣一翻過來 正好相反 這套哉 有沒有 這個C的SuperH 這樣拉上來 拉上來 就拉到主基線 拉到上面 因為我們是 這樣旋轉的 那所以D也是一樣 那D因為它在第四項線 所以它的水平跟直立都是在主基線下面 所以這個就知道是第四項線 所以下次你看到這樣的圖 你就要能夠反推這些點 都是在哪一個項線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 就是邏輯推理 就類似背99乘法表 你們有沒有背99乘法表 有啦 好 好 那這邊只是畫得比較漂亮一點 這個 B在第二項線 然後它的Vertical水平在這裡 然後一旋轉 有沒有 它這邊特別這樣畫旋轉 就是 因為我們在旋轉就是以主基線為軸 然後呢 水平投影 後面的往上下 下面的就往下 所以就變成這樣 這個是第二項線 那第三項線 在這邊 所以它的C SuperV C SuperH 一旋轉 就跑到這邊 然後呢 一次向線 一樣一次內推 好 很簡單 對不對 那接下來當然還有一些特例 這個就是特例 怎麼特例呢 今天你如果你的點不是在向線 是正好在投影面上面 在投影面上面 那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類似這樣 好 你看這個一點 空間中這個一點 這個一點正好是在直立投影面 而且是在主基線的上 上面 在主基線上面的直立投影面上面 好 所以這個一點呢 它的直立投影 當然就是在上面 但是它的水平投影 正好跑到哪裡 水平投影正好跑到 主基線上 所以 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點 一點 你就要能夠推論出 這個大一這個點 是在哪裡 是在直立投影面上 而且正好是 在直立投影面上 就這樣 好 再來看一個M M是貼在哪裡 M是貼在這個水平投影面 而且是在主基線後面的水平投影面 好 那這樣子的 它的水平投影就正好在這裡 那它的直立投影 這時候跑到哪裡 跑到主基線 然後一旋轉過來 所以它的MH在上面 M super V就跑到主基線上 對啊 M不是在這邊嗎對不對 那一旋轉過來 M的super H就跑到上面來 M的super V就維持在主基線上 M變1 好啊 這個就是你要能夠去推啊 M變1 看起來都一樣對不對 但只不過一個是 它的是立體在上面 立體投影在上面 水平投影在主基線 一個反過來 是它的水平投影在上面 它的直立投影在主基線上 但 你就要能夠想辦法去把它反推 回到這裡 所以這個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推理 所以你想想看 那當然這個推理過程中間 你當然最原始的是 從立體圖去推到這個 很簡單對不對 從立體圖 你看立體圖 你能不能想像它的E應該就是這樣 它的M就是這樣 可以嗎 那但是反推呢 反推也是一樣的 反推就稍微要 要稍微 要想一下 要想一下 你想想看 因為你這樣習慣這個東西之後 你再反推回來 你就知道 我今天的E SuperV 都在這裡 它正好它的水平投影在這裡 在主基線上 那 那什麼情況 你就要能夠推理說 它在立體圖的時候是怎麼樣 那所以這時候可能 腦袋過來要去做一些判斷 就是說 正好假如這個E點 正好如果是落在直立投影面上 因為落在直立投影面上 它的水平投影 那個點的水平投影 才會投影你知道什麼 主基線 所以你就要有這個 能力去反推這個東西 好 那當然 就是 多看幾次就會熟了啦 因為你看 我如果這個點 是落在直立投影面上 它的水平投影 是不是正好一定會落在這個基線上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那同理今天你的M M的SuperV 怎麼會跑到主基線上 是因為這個M點正好落在水平投影面上 所以它這樣 正投影過來 它的直立投影 正好就會跑到主基線上 所以這樣子 雖然這兩個圖看起來有點類似 但其實 代表很大的不一樣的點 在空間中的位置 好 所以同理呢 像M 像M跟G 那這邊N是什麼 N是正好 N是正好 N是正好這個點 這個點正好在主基線上 所以 所以它的 N這個點 它的 NSuperV跟NSuperH 都是同一個點 而且在主基線上 那當然這個點 就在主基線上 那F呢 F正好跟G是反過來的 F的直立投影 是在主基線 但是它的水平投影是在下面 那這個呢 在反推 反推 反推 用力的去推 就推得出來 你的F原來是跑在這裡 F的水平投影在這裡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 就跑到主基線 所以它是落在 落在哪裡 落在水平投影 而且在主基線前面 那G呢 G是在下面 所以它的GV在這邊 它的GH 這個就比較特例啦 點了投影的特例 這樣 應該沒問題啦 好啦 現在已經沒有立體圖 可以對應了 我們來隨便看一個 好啦 1 跟剛剛那個1不曉得一樣 有喔 這個是在哪裡 在前面 這個在直立投影面這樣 對不對 而且是 主基線上的直立投影 還是主基線上 主基線上 所以它跟它對應的是哪個點 所以它跟它對應的是哪個點 所謂的對應就是 它同樣也是在直立投影面 但是它是在主基線下 趕快啊 這時候就很好玩了 就花了你們的想像力啦 剛剛1知道了喔 那哪一個是 我說對應就是 它同樣也是在直立投影面 但是它是在主基線下面的那個直立投影面 但是這個符號可能不一樣啊 所以如果 我剛剛說1是在這 誒 剛剛這個1跟它有一樣嗎 誒 一樣耶 好 我剛剛意思是說1在 這個直立投影面 那另外一個對應的點 就是在直立投影 一樣在直立投影面 但是它在主基線下面 所以是什麼 所以是G嘛 那G G的意思就是什麼 GH在下面 它的Gb就是什麼 不一樣嗎 所以 我這個G跟那個G不一樣 是吧 那至少 你應該知道它這個點 是應該它的直立投影在下水平 在上 水平正好是在什麼 在主基線 水平在主基線 所以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F 好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啦 那當然這個J就是在 正好那個點 然後其他這個就 所以現在以後我們看到就是這些 這些投影圖 然後你要去反推 反推它立體的形狀 這種 立體的形態是什麼 這樣也會比較好玩一點 沒有啊 還是 好 那這邊 這說明 只供參考 好 兩個投影面還不好玩 因為有時候更立體的圖 我們就需要到三個投影面 三個投影面 以後我們甚至還會有四個投影面 還有五個投影面 那當然更不妨 但我們先看 一般是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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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對我們來說 大概兩個大概差不多 但是有時候我們用到三個 三個 三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原來的直立 有沒有 在一個水平 那我們再加上一個側投影 這個叫profile 叫側投影 所以 所以它的標法就是 HV 然後這邊就一個P 叫profile 那 這個主要原因是 因為 因為你如果一個立體圖 說實在有時候 如果只有Vertical跟好的人頭 它的 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 還是不足以表示它 所以我們還必須要加一個側投影 對不對 所以我們 一般來說 你也許有人聽過說什麼 有什麼 上式圖下式圖 然後前式後式 左式右式 那左右其實就是 要有一個側投影的概念 所以把側投影的東西也放進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變成 這個空間就被分得更細了 分得更細 那這個反正是一個側 這是一個profile 那這邊 這個寫錯了 這應該是 V跟H叫做主基線 那其他的 其他的 還有投影面是什麼 叫負基線 但是要注意 我們的投影面 都是彼此兩兩垂直 像剛說過 Vertical跟跑來人頭是垂直 對不對 那接下來這個profile呢 側投影 他要插進來的時候 他也要跟Vertical垂直 也要跟跑來人頭垂直 所以他彼此要兩兩垂直 因為我們要 為什麼要兩兩垂直 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正投影系統 那正投影系統呢 正投影系統的意思就是 他的投影線是垂直 是垂直他的投影面 所以我們為了要很方便去呈現 所以我們這些投影圖 投影面都必須要兩兩垂直 所以profile跟Vertical也垂直 跟我的跑來人頭也垂直 那所以他也會產生交線 那我這些交線呢 我們剛說過 這個V跟H的交線叫主基線 其他的交線包括什麼 像你的P跟V有沒有一個交線 這邊有一個交線對不對 然後P跟H這邊也有一個交線 所以其他的這些交線都叫負基線 就是反正 就主要的就是V跟H 叫主基線 其他的就叫負基線 那anyway他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那這邊接下來因為 你看我們用了這麼複雜的這個 這個就是變成有三個投影面的情況之下 那他其實把我們的空間分得更細 對不對 分得更細 但是這邊 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雖然課本 這邊還是一樣他有分向線 但是他的分法 這兩個課本其實大同小異 就是他第一向線就是還是在 在這邊 他如果是繞著這邊來看 繞著這邊來看的話 就是第一向線第二向線第三第四 所以 那但是我們接下來會談到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說 我們的投影有分第一向線投影 跟第三向線投影對不對 那 第一向線投影跟第三向線投影 如果對兩個投影面來說很簡單 他的第一跟第三 剛才已經都看到了 就是 就是 剛才我們不是有看過第一向線第三向線對不對 反正這是第一向線第二向線第三第四 這是兩個投影面的時候 但是如果我們這邊現在有 再多一個投影面進來 再多一個投影面進來 那這個時候他其實 照理說去分他這其實有幾個向線 有八個 有八個向線 所以好像看起來蠻複雜 所以 但是我們真正在做的時候 其實是只有第一跟第三向線 那哪邊是第三向線 根據他這邊寫的 當然是一二三四 類似這樣而已 但其實 這只是一個概率性的分法 那我們真正的第三向線 我們待會兒再講 但是這邊我們在談的就是說 課本 我們的最原始的那個課本 如果我們搭配坐標 因為這個 有三個投影面的情況之下 相當於就是他會有三個軸 他有三個軸向 有三個軸向 就類似有點像我們以前 數學在學幾何的那個卡式坐標系統 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卡式坐標系統 卡式坐標就是什麼 那XYZ 只不過當然他這個XYZ有點不一樣 他這邊分的方法 按照我們原始的一個課本 就是說 就是你的這個什麼 水平跟你的側頭影 水平跟側頭影的交線 這條交線 代表的就是一個 所謂的前後方的概念 因為我們今天的觀察點 今天的觀察點 通常是在前面在這裡 我們這邊如果把一個物體 擺在第一向線的位置在這裡 那我的觀察點是在這邊 所以對觀察點的遠近來說 就是所謂的前方跟後方 就是所以往 比較靠這邊就是所謂的前方 往後面就是後方 所以 側頭影跟我的水平頭影的交線 這條 這條腹肌線 代表是X軸 這是他規定的啦 你不要問為什麼 就是他規定就是X軸 然後呢 Y軸 Y軸是這個 跟我們一般的數學不太一樣 對不對 它的Y軸就是變成是 我的側頭影 跟我的直立頭影 這條交線的軸線 這條叫做Y軸 所以一個代表上方 一個代表下方 正Y代表上方 負Y代表下方 那原來的主機線呢 原來的主機線 就變成是Z軸 右邊跟左邊 所以 所以今天會跟你們一些作業 裡面會用坐標 跟你一個坐標 先跟你一個坐標 假設X是123 坐標X123 那當然這個123的位置就是什麼 在這邊 前後X是1嘛 2呢 是上下 2是上下 3是左右 所以你要把它的位置能夠畫出來 這個是這樣 那這個至於它的123是向線 這個線不要管它 我覺得它這個 其實 它只是說 概念它如果是分這樣去看的話 這邊有1234 後面其實也有1234 後面也有1234 向線 那這個 跟我們實際要畫的 我們待會要 談的第一向線跟第三向線 第一向線還是在這裡 沒錯啦 在這裡 就是在正X 正Y跟正Z的這個區塊 這個叫第一向線 那至於我們真正要談的第三向線 是在 負X 負X 負Y 負Y 負Z 那個位置 那個才是我們真正的要看第三向線 所以那個第三向線是在哪邊 躲在後面 有沒有 躲在後面 那個地方才是第三向線 所以這邊的1234向線 其實不是那麼正確 好 所以 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已經稍微把它 如果我們再點 在三個投影面去投影的時候 會變怎麼樣 好 那三個投影面 我們剛才說兩個投影面的時候 我們是利用主機線去旋轉 把水平投影 這樣反過來對不對 那現在我有三個向線 有三個投影面 那這三個投影面我怎麼樣把它拆開成一個平面 怎麼樣把它拆開一個平面 好 它的做法很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 三個投影面 但是我們現在把它focus在第一向線 有沒有 就是在 正X 正Y 正Y 還有正Z 正X 正Y 正Z 那這個就是第一向線 那第一向線 我怎麼樣把它拆開變成是 所謂的 一張2D的圖紙上可以去呈現它的 它的做法很簡單 你們手邊有沒有不要的紙 隨便拿一張不要的紙 你們可以去畫自己去做一個 這樣類似去比較它 一張紙齁 你去把它畫一個十字 一張小張的紙就好了 不要太大張 這個是紙的外 你在裡面把它畫一個十字 然後呢 沿著這邊去把它剪掉 剪掉這條線跟剪掉這條線 就把這個剪掉就對了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 最後再把它折起來 它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類似 類似我們這邊的一個框框的這個東西 ok 好 接一下 這個雖然很小 但是它原來 原來我們三個圍 三個 三個的東西 三個這個 三個投影圖 三個投影面把它 放在一起 其實它的第一向線 就類似是這樣子 那 第一向線 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它的當然vertical 就是這邊嘛 後來人頭這邊 然後這邊就側投影 那你現在為了要讓它 能夠拆成 拆成二維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沿著什麼 沿著正X這個地方 這條負肌線 去把它剪掉 類似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呢 我接下來這邊 變成是有兩個什麼 兩個旋轉軸 一個主肌線的旋轉軸 一個是負肌線的旋轉軸 那一樣啊 就是主肌線旋轉軸 走往下 然後負肌線旋轉軸 走往右 一展開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就變成是 我們把三個投影圖 把三個投影面 去把它展開 變成是一個二維的 圖紙上面的一個 一個過程 有沒有 就把這邊剪掉嘛 這邊 這邊本來有一個肌線 負肌線把它剪掉 然後一展開 這個往後旋轉 沿著這個負肌線往後旋轉 這個沿著主肌線往下旋轉 一旋轉展開 就變成這樣 有沒有那個感覺出來了 對啊 這就是第一項線嘛 那你現在把這個旋轉開 那這個再往下旋轉 旋轉出來就變成這樣 所以當你有三個投影面的時候 這邊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是 有一條主肌線 那這條是負肌線 那這邊所代表的就是直立投影圖 那這邊就是水平投影圖 那這邊呢 側投影圖 所以你這時候就有三個投影面 這比剛才又稍微複雜一點 好 那如果你現在有這個三個投影面的時候 你的空間中這個大A這個點 所以你會有A的Super V這個投影點 你會有A的Super H投影點 你還有一個A的Super P A的Super P投影點 所以你有三個投影點 那這三個投影點 當然你把它組合起來 它其實就看起來是一個長方形 對不對 那經過這樣一旋轉之後 你得到的A Super V跟A Super H 它這個時候連起來 還是垂直我的主肌線 然後我的A Super P呢 拉過去這邊 所以我的A Super P在這裡 所以我的三個投影點 分別是在三個投影面上 對不對 好 那這個A Super P怎麼畫 A Super P怎麼畫 其實 要先看最後面 A Super P怎麼畫 大概 這個是第三向線投影 你可以利用 利用這個 次數度角 或者用圓規 概念就是 就是這邊用的 這個是第三向線投影 因為我們還沒看第三向線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會乖乖的 還是再回來好了 你的AP 你從這個立體圖 你大概可以知道 你要怎麼去畫這個AP 我們剛剛說 如果是45度角線的話 你可以從 或者是用圓規 就是你 以這個 這個焦點 主肌線 跟副肌線的這個焦點 然後呢 這個為圓心 然後這邊呢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 為什麼 為半徑 畫一個圓虎過來 然後拉一條垂直線上去 然後再從A Super P做一條直線 平行主肌線過來 跟它相交 這個就是你的A Super P 原因應該可以看得 從這立體圖可以看得很清楚吧 因為你的A Super P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A Super P是這裡嘛 A Super P到這條負肌線的距離 這條距離是什麼 這個距離就是等於你的A Super H到主肌線的距離 所以你為什麼要用半徑去量它一樣 就是 因為這段距離嘛 這段距離 A Super P A Super P到負肌線的距離 有沒有 就是我現在手指比的 跟這個光筆比的這個距離 其實就是等於A Super H到主肌線的距離 是一樣的嘛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量這個 用圓規去量一樣的長度 畫圓弧上來 那畫圓弧上來 再做一條垂直線上去 重點就是這個長度 就是這個長度 就代表你的A Super P到負肌線的距離 相當於是你的A Super H到主肌線的距離 那它多高 多高 因為A Super P到主肌線 就是相當於A Super V到主肌線 所以它的高度跟它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從A Super V拉一條平行線過來 然後跟它相交 所以得到就A Super P了 懂不懂 好 那這個就是你的一個點的 在三個頭裡面的時候的結果 那同樣呢 這邊還是有一個東西你要注意到的 你這個A點距離主肌線 距離你的直立投影面的距離是什麼 A點距離直立投影面的距離是由誰來看 可以從這個投影圖哪邊看得出來 A到直立投影面的距離 就是由A Super H對不對 或者是什麼 這個也是一樣啊 A Super P到這條負肌線的距離 所以這個距離也是一樣可以代表什麼 代表A點到直立投影面的距離 你的大A到直立投影面的距離 你可以由這一段 A Super H到主肌線 或者是由A Super P到負肌線 那如果從直立投影圖就是這一段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這一段 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一樣這個到水平投影面的距離 就是什麼 A Super V到主肌線 或者是你的A Super P到負肌線 所以這一段跟這一段 或者是這一段跟這一段 就是代表你的點到直立投影面的距離 到水平投影面的距離 那到側投影面的距離呢 到側投影面的距離就是這個 這兩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A到側投影面的距離 就是你的A Super V到負肌線 或A Super H到負肌線的距離 有沒有 所以這個都是從第一項線可以看得出來的 好 第三項線 第三項線比較 要想一下 第三項線我們剛剛說過 它是躲在最後面有沒有 我們三個投影面 把空間分割成八個項線 但是我們這邊談到的第三項線 其實是在 就是在我的-X跟你的-Y跟你的-Z 那個位置叫做你的第三項線 那當你的點把它擺在第三項線的時候 擺在第三項線 現在一樣要把它切開 所以這時候反過來 這是第一項線 這是第一項線 那第三項線就躲在這邊 這兩個是對應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在它的-X跟-Y跟-Z的方向 這樣知道 好 那所以 一樣你要把它展開 按照這個概念就是一樣把它展開 所以它變成是水平拉到上面 側投影拉到下面 所以第三項線 第三項線 第三項線如果你有三個投影面的展開 就變成是這個樣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是Vertical在這邊 後來Rental在上面 側投影在這邊 所以這是第三項線 所以最後畫出來的結果是 你的Vertical在下面 後來Rental在上面 側投影變成在右向 這才是第三項線投影 那一樣你的點如果在B 是在第三項線的話 你的B Super V是在這邊 B Super H在這裡 那你的B Super P呢 就跑到這裡來 那同樣的 好 這是第三項線投影 但是剛才的觀念是一樣的 你的直立投影點到主機線的距離 代表就是你的B點到誰的距離 到哪個投影面的距離 B Super V代表的是什麼 B Super V到主機線的距離 就向到你的B點到水平投影的距離 然後B Super H到主機線的距離 B Super H到主機線的距離 這段喔 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是你的B點到直立投影面的距離 所以原理都是一樣 只不過今天位置不太一樣而已 那一樣B Super P到負機線的距離 這個是什麼 B Super P B Super P到負機線的距離 這段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B點到 到哪裡 到水平投影面的距離 所以以此類推 所以跟第一項線的概念是一樣 只不過今天它的投影圖畫的 變成是這樣 H在上 V在下 側投影在右下 那這樣一樣 類似有一個主機線 然後副機線 然後去拆開得到結果 所以這是點的在第三項線的投影 以後我們會有一點穿插啦 有時候它課本會用第一項線 有時候用第三項線 所以要稍微都要知道一點 所謂的正X跟負X就是代表它的前後 距離直立投影面的前後 那上下就代表Y 是距離水平投影的上下 那左右呢就是用P 這個是剛才的X座標 那剛剛有看到了 這個就是X對不對 這個就是Y 這就是Z 那A點有A super B A super H A super P 展開 展開的結果 你看這邊 其實 橫軸這個就是Z 那這個就是Y 那這個一個就是X1 一個就是X 我們從這邊剪開的嘛 我們從這個地方剪開 所以這邊有一個X跟X1 其實這個理論上應該是重合的 好 那 今天我給你一個座標 A 20 50 40 那你有沒有辦法把它的投影圖畫出來 A 20 按照座標這樣來看 A 20 50 40 那我的這個 這個三個投影點要怎麼畫 20是X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說過X是這個方向嘛 所以 這個20是代表你的A super H到什麼距離 到主機線的距離 所以A super H到主機線的距離 這段應該多少 20 啊50咧 50是Y 對不對 所以50是哪裡 A super V到主機線的距離 對不對 然後咧 40是Z 所以代表這段的距離 所以代表這段的距離 好 那這樣的話你就利用這個20 50 40的座標 你可以把A super H跟A super V畫出來 那這兩個點畫出來 你的A super P可不可以畫出來 就可以畫出來 對不對 就利用剛才說過 用圓規啊 然後拉上去再做一條平行線像這樣 對不對 這個 OK啦 好 這是第一項線 那第三項線 一樣 第三項線我們剛剛說過 它是負 呃 是負S負Y跟負Z 對不對 負Y是往下的嘛 往下是負Y 負Z是左邊嘛 負S是往後嘛 那我們剛剛這條線切掉之後把它展開 所以 這個是一個負X一個負SY 這兩個其實應該合起來的嘛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的直立投影在這裡 水平投影在這裡 側投影在這裡 那我給你一個坐標 負20負50負40 那你還是要能夠去把它畫出來啊 負20代表什麼 負20是這個 往後跑啊 所以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BH到主機線的距離 所以這段是多少 這段是20 然後呢 負50是什麼 負50是Y嘛 Y是這樣子嘛 所以往下50 所以代表是B super V到主機線 好 這個就50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側 距離 這個這邊就是40 然後你就把它這個也畫出來 那這個是第幾項線投影 這是第一項線投影 好 現在我假設給你這兩個點啊 這兩個點 好你要去判斷 這兩個點 空間位置是怎麼樣 A跟B哪一個在上哪一個在下 A跟B哪一個在前面哪一個在後面 A跟B哪一個在左邊哪一個在右邊 你有沒有辦法從這投影圖就看出來 理論上你們要有辦法 因為這就是考試要考的 好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A跟B哪一個在上哪一個在下 A在上 B在下 A在上 B在下 從哪一個投影點可以看出來 Y 從Y 從Y 或是從投影點的話 就是直立投影點 對不對 從直立投影點 你就可以看出來A在B的上 誰在前誰在後 A在前 從哪一個投影圖 從這兩個投影圖都可以看得出來 水平 直立投影看不出來 直立投影看不出來 誰在前誰在後 剛才誰在上誰在下 除了直立投影 側投影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至於誰在前誰在後 就是水平投影跟側投影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誰在左誰在右 那就是靠直立跟水平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要去推論的東西 從投影圖去推他們空間中的特性 好 這邊有產生的重影點 好 這個重影點 以A來看 這是第一向線投影 這個是在哪邊重影 因為它這邊你看 A SuperH跟B SuperH在這個點 所以它的重影的情況是什麼 是在直立的那個軸向重影 所以它在水平投影才會重影 搞不好 就是 它是在直立投影兩個點 是從上往下看 它是同樣一個 就好像上看就是同一個點 所以它在水平投影這邊才會變成這個點 但是這邊就有高低 所以A比B高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反過來 這個是什麼 這是在直立投影重影 所以 所以它是 要怎麼說 就是我這樣從這樣看過去 這兩個點其實是一樣的 是重複的 所以在直立投影它產生重影點 這是重影點可以這麼看出來 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A B兩個點誰在前誰在後 B在前A在後 因為我們的觀察者是在這個方向 所以B在比較靠近觀察者 A是比較遠離觀察者 好 那這個側投影的話 我們剛才其實 這是第三項線 第三項線 所以它的H在這邊 Super B在這裡 側投影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利用 利用圓規 或者是利用45度腳線 都可以去畫出你的側投影 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謝謝 謝謝